近年内地孕婦厂关离香港生仔的情况有所舒缓 没错,医管局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头7个月,有28个内地孕婦冲关来港 去到公立医院分娩 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成4 没错,不过随着高铁西九龙总站计划实行一地两检 有不少市民都会担心高铁可能会成为 内地孕婦厂关离香港生仔的捷径 截至7月底,医冠局发现有119座非本地孕婦 往公立医院急症失分娩 当中28座是内地孕婦 其余就是已经在私家医院预约 以及未经预约的非本地孕婦个案 根据现行做法 怀孕28个星期或以上的孕婦 需要入境处批准才可以入境 而内地孕婦在未完成入境香港程序 在内地口岸区分娩 她的婴儿将会视为内地出生 不会获得香港的居留权 但是有外界担心 根据政府高铁一地两检方案 一旦内地孕婦在西九总站的内地口岸区作动 而又需要送院 当中所生的婴儿 将会得到本港永久居民身份 而政府消息人士也承认 如果有内地孕婦企图闯关 会有机会送往香港医院分娩 又强调会按旅客的医疗需要 作出最好的方法处理 Live TV记者 陈英伦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